何超连说有钱就是原罪,被网友嘲讽。 最近,赌王女儿何超连因为一个采访引起争议,她谈及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双标,表示长大后做生意或者买东西总因为是赌王的女儿被要高价。 对方只要听到自己是赌王的女儿,就会故意多要钱,何超连表示有钱就是原罪,有时会觉得委屈。 很多网友觉得何超连是刻意在卖惨,如果不想用赌王女儿这个身份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做到,享受着爸爸带给自己的财富,又觉得委屈。 毕竟何超连的出生已经高过太多人了,说着委屈,但如果普通人跟他交换人生,他肯定也不愿意。 除此之外,采访里何超连还爆料自己小学期间一周零花钱只有十块,并且并不知道爸爸是赌王,也引起网友的质疑。 还有网友觉得何超连是用话题炒作自己,之前豆潇新剧播出期间,男女主完全没有互动,他这位圈外女友一直在找存在感。 豆潇发剧的内容相关,何超连就第一个去抢沙发评论,之后还特意上综艺,看起来有一颗响红的心。 豪门生活总是不缺话题,不知道大家对他怎么看呢?